如果有家 谁愿意流浪呢 带你来看到新竹县这位无家者黄淑慧 因为夫家债务的问题让他流落街头13年 但好在遇见了社府团体扶他一把 教他烤地瓜煮咖啡 用一技之长来重建生活 而现在受助变成了助人 他的收入现在是捐助给了乌克兰的烂民 一早送来新鲜地瓜 黄淑慧和伙伴蹲着去到泥土 一颗颗放入水桶仔细清洗 熟练动作就像老板一样 但其实他一个月前还在街头流浪 前夫外面欠了200万的债务 那我是签本票的担保人 那时候有兄弟来找我 99年就出来 一直到现在应该将近有13多年以上 夫家欠下庞大债务 让他差点被押走卖身 只好逃跑流落街头 透过中华照顾者协会帮忙 黄淑慧学习卖烤地瓜重建生活 用铁丝固定地瓜挂入炉中 蹲守炭火旁维持200度的高温 烤出来的地瓜松软香甜 民众用购买来支持 其实无家者在社会上 普遍来说算是比较弱势 想说用实际的行动来去支持他们 对啊 这样很好啊 我觉得帮助他们 这样让生活上比较好一点也不错 小小的摊位也烘焙咖啡豆 烤大肠包小肠 八位无家者一起合作 有了收入让生活更好过 现在还要帮助乌克兰正果的难民 以前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人人都会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觉得说回到像以前一样 平常跟上班族一样 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这样子的 感觉很快乐 一颗地瓜给了无家者希望和安定感 重建生活虽然不容易 但他们勇敢面对 也把受助能量转为助人的力量 让爱循环 重新找回人生价值 一颗地瓜